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周围都在抢疫苗 跨境司机 打了之后可能会令上面安心点 一有就订阅 是否对科技很有信心 当然有信心 国家 前行政长董建华 以及前律政司司长梁爱思等 前卫生署署长林炳恩也完成接种 进入中心之后 有职员为市民核对资料 以及讲解接种需支等等 市民要签署同意书才获安排接种 完成后也要休息30分钟才能离开 打完针 市民有什么感觉呢 很轻松 打完我就不知道 甘情很开心 很舒服 到ized口地 一點不舒服都没有 会否推荐assa same people 完全全给你知 dall提出这些 没问题 负责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以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都又到场巡视 陈肇始建议打完针的市民留意身体状况 他们形容接种中心云族循迅 因应未来两星期预约接种疫苗已经额满 政府下星期一开始再开放预约接种科兴疫苗 并加开三间社区接种中心 最满接种科兴疫苗名额大约是20万个 因应早前头两个礼拜 合共7万个接种科兴疫苗的预约名额额满 当局说完善预约系统之后 下星期一早早9点开始再开放预约系统 被市民预约去到下个月26日打疫苗 也会将其中三间 原本是打福星Biontech福必泰疫苗的中心 改为先打科兴 分别是位于将军澳 葵青林士德和屯门友爱的体育馆 职合共有8间中心 预计下个月6日开始运作 暂时是维持56日 疫苗的供应上我们其实是很幸运 因为都是很足够的 他们是分批来到 所以我们都是分阶段来去展开接种 也是按照五个优先的组别先行来去接种 所以希望市民都是踊跃的去齐打疫苗 但是同一时间都希望大家保持耐性 按照次序来去参加接种 当局说市街诊所最快下星期一获分发科兴疫苗 不需要网上预约 我都注意到有一些长者觉得在网上预约都有困难 所以他们是可以去到我们的邮局 以及公共屋邨的办事处那里 是会有同时协助他们的 除了是这样之外 其实也都在我们的私家医生的网络里面 都会是可以接种科兴疫苗 这个是不需要 不需要我们在网上预约 而是直接向私家医生诊所联络就可以了 他预料部分私家诊所下星期二和三 可以为市民提供接种服务 不至于另一款伏必泰疫苗 预计明早会到港 先由七间医管局营运的接种中心提供服务 武仙电视记者陈佳人报道 本港新增24宗新冠病毒确诊 是两星期以来最多 本地感染占18宗 占沙咀K11秒斯亚明朝食馆群组 增加到30人确诊或初步确诊 当局怀疑一个做清洁的职员是超级传播者 新增本地确诊有三分二 即是12人都是来自K11秒斯亚明朝食馆的群组 现在群组确诊的19人 包括一个上星期四的食客 和10个上星期五五线的食客 群组初步确诊的11人 有7个人去食客 初步相信 源头是一个负责清洁的职员 他也负责收拾桌等等的工作 上星期日做过检测 结果是阴性 去到上星期四有咳嗽 没有上班 第二天有上班 也就是出现最多确诊个案的改日 他现在情况危态 当然戴了口罩都可以帮助一些减低的 但始终是一个比较密室 而都未必是100%可以放置到的 因为当时都是有些咳嗽的 有机会是有一些飞没那类的东西 就留在那个被通道 空气之中怨浮一阵 其他的食客就有机会受到感染 当局重申 上星期五去过那里偶善的人 风险比较高 呼吁跟当局联络 暂时发现当时有76个顾客 大部分都在地上的一层用线 那层的桌子比较多 客人坐得比较近 可能因为这样发生超级传播 对于有报道说 当天去过那里偶善的人 未有由安心出行的程式收到通知 当局就说暂时未收到投诉 如果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将18号的出行记录 是broadcast了的话 那应该理论上 所有安心出行的用户 那个手机都会收到那个地址 和那个日期 作出比对 那当然了 就视乎就是 那个时间是不是吻合 如果有重复的 重叠的时间 就算是有一分钟的重叠 都是会收得到的 正如刚才我都显示过 即我有些朋友都会收到 他又说安心出行下载次数 已经超过296万 未来会增加更多的新功能 母线电视机者 陈嘉欣报道 再多12栋大下纳入强制检签名单 包括有源头不明个案家 乐富村 乐文楼 其余11栋包括平石 彩兴苑 彩桥角 九龙湾 宏基街 君立酒店 秀茂平村 寿康楼 射茄美村有两栋 分别是第22座和美汇楼 其余多栋位于沙田 何敏田和美孚等等 新增的源头不明个案只有一宗 初步确诊就有超过20宗 最少7宗源头不明 当局说近日确诊个案上升 可能是与农历新年的聚会增加有关 新增的唯一源头不明确诊患者是59岁男人 住在黄大仙区乐富村乐文楼 他在大角咀华原工厂大厦做工程 这个星期已开始有病征 有4个人需要检疫 初步确诊超过20宗 多宗源头不明 包括一个22岁 在红磡德瑞幼稚园做文职的女人 他主要在接待处那里做事 负责带学生去班房 他没有病征 经过学校检测发现怀疑感染 幼稚园需要停课14天和接受检测 一个38岁的男厨师也初步确诊 他在元朗长发大厦的食肆 伤心酸辣粉做事 上星期一曾经做过检测 当时是阴性 去到今个星期四再做检测的时候 发现初步确诊 另一个初步确诊的16岁男学生 住在尤华地尼敦道金芬大厦 前福奇曾经和十几个人去过顺利 调景岭北河街体育馆 当局正是做追踪工作 其余人士包括一个有长期病患的 86岁的婆婆 42岁在铜锣湾做文职的女人 以及45岁在屯门任教的老师 当局认为确诊数字回升 是由于农历新年前后 社交接触增加所导致 看回其他个案 其实在新年前后 或者去吃饭的频率次数 就好像比之前多了很多 因为之前可能很多都是 可能你去我家吃饭 我去你家吃饭 可能就没那么频密 现在就真的看到他们的活动 都是多了 无论去运动场吃饭 这些都可能是少不免 会多了一些传播的机会 可能隐事就是有一些传播 在社区那里 当局要求曾经同源头不明确诊者 在发病前7天 有接触的人接受检疫 以接触当日起计14天 即是最少要隔离7天 无线连事记者 刘春玉报道 财政预算案提出 增加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和牌照费 云书及房屋局说 交税已经考虑经济情况 和车主的负担能力 现在本港私家车数量 占整体汽车超过七成 过去十年 由42万架加到57万架 财政预算案提出 将私家车首次登记税税率 增加一成半 牌照费就加三成 来控制汽车增长 改善交通制式的情况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范 说不是针对车主 私家车的增长不可能无限制地 因为香港始终是地方少 路面交通的空间是有限 怎样在使用私家车的意愿 以至一般普洛市民 他出行那个时间 那个花费和那个方便 做个平衡 我们觉得当下是一个适当的时候 就是当下的经济情况 车主的负担能力 以至是其他种种因素去决定的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考虑 至于预算案提出在2035年或之前 停止新登记燃油私家车 包括混合动力车 环境局局长黄錦升 形容电动车是全球大势所趋 政府目标进取但务实 香港来说在亚洲来说 除了在内地 香港那个电动私家车的比例 其实是领先的 主要的经济体 定了相关的目标 都是2030和2040之间 所以我们现在定这个2035或以前 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定位 另外运输署就交通制室征费研究 初步完成交通模型建构工作 等待疫情稳定之后 会调查市民的出行习惯 和交通使用异项 无线电视记者邓文汉报导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回报导 众大要求学生会 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 致行承担法律责任 行指收市跌超过1000点 跌穿29,000水平 中文大学说新当选的学生会 干事会 在参选宣言针对国家安全的言论 可能违法 下方关注学生会 利用校园作政治宣传 令大学生予受损 要求学生会 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 致行承担法律责任 干事会对校方的做法 表示极度遗憾 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内阁索夜 星期三二大约4000票当选 他们的参选宣言批评港区国安法 又说校方向政府低头欠微 政綱之一是不让国安教育进入校园 其后校方发声明说 干事会所发表的政綱内容 并不代表大学立场 又说干事会对大学的失实指控 以及利用校园作政治宣传 不但违背了大学宗旨 也都令到大学声誉受损 而干事会经劝语和提醒之后 仍未澄清涉言违法和失实的言论 校方决定暂停代收会费 也都暂停他们在校内不同委员会的职务 暂停提供行政和场地支援 又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又或公事 校方重申大学绝不容许校园出现危害国家安全之事 如果有学生作煽动违法言论 会予以严重处分 包括是暂时停学又或开除 干事会午夜召开记者会 对校方的做法感到极度遗憾 校方今天决定示意去剥夺我们的职务 无疑是剥夺超过4000名同学的意愿 希望校方明白到这样的举动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的决定 而是一个赤裸裸对于学生自治的打压 干事会成员又向同学国公自协 说会尽最大努力履行选举时候的承诺 并且终会发起学生联署 拥有200个会员的中大研究院 旧生会干事会发声明 严厉谴责一小缺学生会干事会成员 骑劫广大中大学生 发布失实指控和涉嫌违法的言论 污蔑中大声誉 又说香港没有一寸土地是法外之地 全力支持校方决定 无线电视机者龙卓音报道 55个有份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 消息说除了涉及其他罪行被囚或扣押的3个人 其他人提早星期日去到警处报道 沈奥辉、杨雪盈、周嘉诚、郑达雄、袁家慧等 在他们的社交网站说 接获警方国安署通知 就涉嫌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 提早这个星期日下午2点去到警处报道 连同他们在内的52人早前获准保释 原定4月初再向警方报道 一架由香港起飞 去西班牙马德里的波音777飞机 因为引擎问题紧急降落莫斯科 没有人受伤 涉事的是俄罗斯罗西亚航空FV4520航班 航空公司回复说在飞行途中 发现引擎控制感应运作异常 需要要求在莫斯科 借列梅捷族国际机场紧急降落 那个航班之后继续飞到马德里 上星期六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77飞机 在单发起飞后 一个引擎爆炸起火 事后美国当局要求所有安装 美国普惠公司PW4000系列引擎的 波音777飞机要停飞检查 转参财警消息 港股跌穿29000点关口 恒指收市跌1093点 成交超过3200亿 多国债息明显上升 环球金融市场震荡 港股开市即失手3万点 恒指跟随外围低开之后 跌幅逐步扩大 二传日低位28980点收市 跌1093点 北水淨流出近76亿 是历尼第二多 大市成交仍然增加到超过3200亿 恒指全星期 累计跌超过1660点 是上年3月以来最差 北河累计2月仍然升近700点 连升5个月 我预期后市 那个腰下的美国债息 持续上升的情况之下 市况都不会好转 所以下个星期大家继续审讯 32只恒生科技指数成份股存线下挫 腾讯跌超过4% 二日低收市 美团下挫超过8% 港交所年跌第五日 再跌超过半成 有帮二传日低位收市 52只蓝筹股里面 只得两只有得升 华润置地是表现最好的蓝筹 碧桂圆服务计划收购 南光家宝服务 碧桂圆服务后跌超过4% 南光家宝就升近两成 亚太区股市都挨沽 日本股市下挫大约4% 内地四大指数 也都齐齐跌超过2%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 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陆续运到多国 致来接收第三批科兴疫苗 另外一批国药疫苗运到去亚根廷 是当地收到的第一批中国疫苗 超过90万剂中国国药新冠疫苗 星期四由专机运底 亚根廷首都布尔诺斯艾利斯 是亚根廷收到的首批中国疫苗 内阁首席部长卡菲罗 外交部长索拉等官员 以及中国驻亚根廷大使周小力到机场迎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亚根廷月初向国药购买100万剂疫苗 是继智利、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 和玻利维亚之后再多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使用中国疫苗 智利同日也收到近200万剂中国科兴生物新冠疫苗 总统皮涅拉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机场迎接这第三批中国疫苗 他说智利现在有足够疫苗为超过310万人接种 玻利维亚总统亚尔赛出席中国疫苗接种活动 感谢中国政府为玻利维亚提供疫苗 大规模接种为彻底战胜疫情迈出重要一步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晚和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通电话 说中方愿继续尽己所能支持哥伦比亚抗疫 开展疫苗合作 杜克就说感谢中方为哥伦比亚抗击疫情提供宝贵支持 特别是中国提供的疫苗将会帮助拯救大量宝贵生命 期待和中方继续加强疫苗合作 在西非,蔡内加以总统萨勒星期四在总统府接种国药疫苗 萨勒说当地疫情仍然严峻 接种疫苗是唯一可以战胜新冠疫情的防疫措施 他和政府官员接种就是示范给民众 呼吁民众珍惜并接种来之不宜的新冠疫苗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 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新增7万多宗 累计超过2900万人受到感染 超过52万人死亡 由当地的研究人员发现 纽约市有一种新的本土变种病毒蔓延 可能会削弱新冠疫苗的效用 美国疫苗接种进展理想 目前已经有超过4600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不过纽约市最近出现新型本土变种新冠病毒 或者会削弱注射疫苗的效果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说 去年11月在纽约採集的样本里 第一次发现叫做B.1526的新变种病毒株 到今个月中已经占纽约病例超过1成2 不过目前的数据仍然不足以确定 新变种病毒株将会成为当地最流行的变种 研究人员又说 这种新变种病毒株似乎有能力被过免疫反应 包括新冠疫苗的效果 纽约市市长白诗豪就呼吁民众不需要太担心 白诗豪又强调需要做大量研究 来确定变种病毒是否有更高的传播性和抗弱性 美国总统拜登教组的时候说 病毒出现新的变种 疫情可能因而反弹 呼吁民众不要松懈 必须继续戴口罩和做好各种防疫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章报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会报道 元宵节北京市民按照传统排带队 买元宵慶祝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今天是元宵节 不少北京市民按照传统排队买元宵慶祝 平均要等两个小时才能买得到 住北京记者郭永恩说 疫情下的正月十五元宵节 北京还有不少人按照传统 即使要排队至少两个小时 都要来到这家老字号买元宵 一定要吃元宵 因为我们中国的节日 就是我们乡下来烫也不容易 就是多买点好吃 这个馅好 计员说 今个农历年 公司合同准备了80万斤的元宵应时 今年有所提升 因为比每年可能客流要大一些 一天的话是准备了十万斤左右 然后我们这一个门店大概到四到五千斤左右 我们都要加班加点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得来 然后减元宵 还有订货什么的 不方人吃的元宵就好像我们的汤圆 但是皮会厚一点 大粒一点 最多人选的口味除了传统的黑芝麻 豆沙等 还有朱古力榴莲 而这家网红店的元宵就即叫即制 可以见到师傅将已经戳完的馅料 放入去这个大圆桶里面摇 就可以将糯米粉一层一层地包裹上去 他等了个半钟 一口气买了十几斤 我每回都是在工作室买 买完以后跟大家一块分享 本来是前两天来 后来那个 他这个能冷冻 冷冻到零下还能十五天 基本上也很煎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郭荣恩报导 内地经济走出去年年初疫情的影响 持续平稳向好 去年平均失业率5.6% 好过预期 但是全国面临人口老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正是就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研究具体的方案 内地去年年初爆发疫情 令经济停滞 严重冲击就业 去年2月份 失业率达到6.2% 创历来新高 但在各项保就业政策之下 失业率逐步回落 去到去年年底降至5.2% 和前一年同期持平 全年平均失业率5.6% 也都低于6%的调控目标 随着经济起稳向好 就业形势会延续总体平稳的态势 但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仍然较多 就业形势依然比较复杂 也面临诸多的挑战 坚持把稳就业保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减负稳港 扩就业并举 内地正面临人口老化 人均寿命由建国初期大概40岁 去到2019年延长至77.3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计 高龄人口在未来5年将会超过3亿 人口老化由轻度进入中度阶段 内地现行法定退休年龄 男士是60岁 女干部和女职工分别是55岁和50岁 去年19届五中传媒提出要漸进释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 目前我部正会从相关部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人社报说延迟退休年龄要考虑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等因素 需要听取各界意见 确保方案平稳实施 内地宣布实现全面脱贫之后 国务院扶贫办改名做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昨天出席国家乡村振兴局画牌仪式 取代原有的国务院扶贫办的名牌 胡春华说组建国家乡村振兴局是要巩固 托展脱贫公英成果和乡村振兴涵折 严防出现大规模反贫 新组建的国家乡村振兴局 局长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黄正普出任 而两个副局长就是由原本在国务院扶贫办 担任副主任的洪天云和夏更生出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强调今年要巩固好疫情防控的成果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讨论了国务院考虑提醒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審查的十字误规划 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 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中国经济恢复基础未牢固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 巩固托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扎实做好找就业、找金融等陆运工作 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又强调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同时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并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力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会议又认为14五时期要全面观察中共中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 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的战略布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导 先游四一会儿回报导 将军澳跨幻连接路中央部分的双拱钢桥 开始安装在桥顿 走速风气盛行 英国有日用品卖家 以流动拿卖形式做生意 等顾客可以零费买东 回到新闻时间 将军澳跨幻连接路双拱钢桥与制件 完成安装在桥顿上 用了五个小时比预计的时间短 将军澳新地标跨幻连接路双拱钢桥 长近200米 重超过1万公吨的预製组件 上星期由内地运底本港后 两天前被移到近桥顿30米 准备安装 早上大约7点半潜船趁着潮漲 连同钢桥移到入桥顿之间 对准双拱钢桥位置后 半潜船逐步奔入2万7千立方米海水压载 船身逐渐下沉大约1米 双拱钢桥坐落到桥顿上 等船之后驶离 工程人员一直在接驳位置监察 有专家说本港欠缺大型钢材製造厂 用预製组件经浮托化安装钢桥 亦可以省工程的时间 行政长官林郑月昂在安装前一日曾到场示册 说随着连接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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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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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近期检测量大增有关 医管局说因应政府在农历新年前公布 会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并要求服业表列处所的员工定期做检测 令提交深厚退役样本检测的市民大增 高峰期曾经一日收集大约4万5千个样本包 比起平日价几千去到1万个大幅增加 有外判化验商未能按照合约 48个小时内完成检测 当局已经敦促对方 又说又再邀请其他化验所 下星期开始逐步加入提供服务应付 美国众议院通过《募约出力决议案》 谴责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实施港区国安法 侵犯香港人权自由 还放批评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美国国会有关决议案 对香港国安法的指责 完全违背客观事实 完全罔顾香港民心 美国自己有几十部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 有关的决议案却反对香港国安法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反映了美方虚伪的本质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会大行期到 去到2030年 欧盟的市场规模将扩大至至少12亿欧元 无线电视记者蔡黎珠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án bulb